这是小雪的眼睛嘴巴 这是小雪的头发 这是小费的眼睛嘴巴和头发 不对不对 我是小雪 啊 搞错了 我知道了 这是小费的发型 怎么错了 什么啊大宝 这不是我的头发 我的头发有这么丑吗 小雪的眼睛是货色的 这个是小雪的眼睛 太狗了 我的眼睛回来了 大宝 你怎么这么笨啊 小雪的眼睛都找到了 你还什么都没帮我找的 哼 小费 我不要帮你找了 我不玩了 哇 大宝怎么走了 说一下小费姐姐怎么办 我来帮小费恢复模样吧 太狗了 黑暗魔王 你快开始吧 小费的眼睛 小费的眼睛和小雪一样 都是褐色的 这个褐色的眼睛 就是小费的 太狗了 我终于也恢复了 小雪的发型是短发 那这个短发 就是小雪的发型 哇 怎么不对 这明明就是小雪的头发呀 这当地是怎么回事 当我了 小费是棕色的长发 还有黄色的裙子 我终于恢复了 谢谢你黑暗魔王 你真是太厉害了 不客气 熊妹你也太笨了 我都已经恢复了 你还没帮小雪恢复呢 不是的小费姐姐 我选的明明是对的 为什么没办法给小雪恢复呢 小费熊妹 小雪的头发不在这里 啊 精灵仙子 为什么啊 小雪真正的头发 被大宝拿走了 什么 大宝你怎么这么笨啊 小雪的眼睛都找到了 你还什么都没帮我找到 哼 小费 我不要帮你找了 我不玩了 我不玩 我也不让你们玩 我这就拿走小雪的头发 嗨 你们还怎么恢复 别 就是这样 大宝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这样呢 熊妹你要去找大宝要回小雪的头发 小雪才能恢复原样 不然时间到了 小雪恢复不了 就会消失的 好的精灵仙子 我这就去找大宝拿回小雪的头发 大宝 你快把小雪的头发给我 果然小雪会消失的 我不要 那这样好了熊妹 我给你出一道题目 如果你能回答出来 那我就把小雪的发型还给你 怎么样 大宝你说吧 请问 什么蛋不能吃 A 鸡蛋 B 鸭蛋 C 鹅蛋 啊 鸡蛋鸭蛋 我蛋好像这三个都能吃啊 蛋蛋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想想 熊妹 你可要快一点 不然 小雪马上要消失了 哈 其实答案是大鸭蛋 世界上的大鸭蛋才不能吃 熊妹肯定不知道 哎呀 我想不住了 聪明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什么蛋不能吃吗 知道的话 就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拜托你们了 先给小雪用冰块 先给小雪吃饭 先给小雪的鸭吃药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应该听谁的 觉得是我 就发一 觉得是大宝 就发二二二 觉得是熊妹 就发三三三 哎呀 人生病了 就该多吃饭 我选 我不想吃 小雪你吃吧 肯定吃完病就好了 鸭鸭鸭 完了完了 大宝都怪你 小雪的病加重吧 哦 怎么会这样 还是先给小雪的鸭吃药吧 喵喵喵喵 太好了 接下来应该给小雪盖上被子 好舒服啊 谢谢小贝 接下来应该选什么好呢 小雪姐姐还在发生 应该给小雪姐姐用冰块降温 好冰啊 燃死我了 啊 怎么会这样呢 让我来 这样小雪就不会觉得冷了 好暖和啊 小贝旧妹大宝 我听说小雪生病了 我这里有一种治疗能量 只要靠近小雪 就可以帮她快速恢复了 精灵仙子 你把能量给我吧 好 也许是你精灵仙子 让我先去帮小雪吧 小雪 我来帮你了 谢谢你大宝 治疗之力 好冷啊 小雪的一心再不觉得冷了 可以用冰块降温了 我也要去小雪身边帮助她 小雪 先让我来给你打针吧 不要 我不想打针 不行小雪 只有打针你的病才能好 好吧 好了 我快要康复了 天哪 可以给小雪吃饭 恢复力气了 真好吃呀 小贝熊妹大宝 谢谢你们 我完全好了 太好了 小朋友们 如果是你们 会选择什么来帮助小雪呢 评论区 自己老师自己做 我给老师戴青色短发 换紫色眼镜 让她当英语老师 那我也来点不一样的 我要黑人老师 给她戴七彩头发 画黄色眼镜 我给老师戴黑色长发 和光丽眼镜 把脸蛋涂涂粉色 哼 那我给老师戴花朵耳环 我给老师戴钻石项链 我给老师戴红色和地鞋 你们装扮好没 我还没给老师选衣服呢 我还没给老师选衣服呢 这里有三套衣服 你们拿去装扮老师吧 我先选 我要最漂亮的红裙子 别有什么你先选 红裙子明明更适合我的黑人老师 我也要给老师选最漂亮的衣服 红裙子给我 恭喜 给我 给我给我 小伙伴们 快帮助依依依支持我 红裙子只有一条 小朋友 我应该给谁呢 当然是发送222给我了 我也想要 大家快来发送333给我吧 小贝获得小朋友们的 一百票支持 红裙子给小贝 太棒了 小学99票 大宝90票 少许先选 那我先选择吧 那我就只能选黄色套装了 大宝和小雪根本抢不过我 最漂亮的裙子 当然是我小贝的了 旗袍果然是最适合老师的 真好看 我才给老师穿上红色高跟鞋 我才不选什么裙子 我的黄色套装才是最酷的 不过 我要给小贝一个教训 给他的老师穿一双黑色的丑鞋子 小气的大宝 居然给我的老师穿了个 这么丑的鞋子 我要去找小雪帮忙 小贝 你怎么来了 小雪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一起装扮老师吧 好呀好呀 哎呀小雪 穿旗袍不能穿高跟鞋 哦 那穿什么鞋子啊 把红色高跟鞋给我的老师穿上 把黑色鞋子给你老师 完成 嘿嘿 我的老师一定是最漂亮的 伙伴们 你们装扮好自己的老师了吗 装扮好了 那我就开始打分了 分数最高的 会成为大家的新老师 还会获得最美王冠 那你快打分吧 小雪老师一百分 大宝老师一百分 小贝老师一百分 哇我的老师是一百分 快给我王冠 不行 怎么不行啦 我们都是一百分 你抢了红裙子还要抢王冠 别有什么 因为小朋友们都会学我的老师 才不会 小朋友们 你们要给我们谁的老师 打一百分呢 快在评论区和弹幕上 打出我们的名字吧 看锅盖猜奥特曼 锅盖 锅盖和奥特曼有什么关系 是干呀 小雪答对 给小雪加十分 车怎么猜出来的 看图猜奥特曼 蜜蜂和依赖罐又是什么 老师是卡路米拉 小贝扣十分 可恶 竟然不是 大宝你笑什么 你会你猜啊 看我的 老师 这是卡米拉 大宝答对 大宝加十分 耶 大宝你捡了 老师就不算 猫和依拉罐不就是卡米拉吗 这是谐音狗 小贝 你真笨 大宝 你等着吧 老师 快出下一题吧 好 下一题 一个袋子 一个袋子 一个袋子是什么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知道就快告诉我吧 老师 这次我知道 大宝 你不准听 我不听我不听 你说吧 老师 是初代奥特曼 不受小贝 小贝扣几分 小贝又答错了 笑什么笑 一个袋子 老师 我可以求助吗 可以 你要求助谁 我要求助奥特曼的超级粉丝 黑暗魔王 好 黑暗魔王 小雪要向你求助 小雪 你说吧 黑暗魔王 一个袋子 踩一个奥特曼 是哪个奥特曼 一个袋子 我知道了 是欧布奥特曼 老师 是欧布奥特曼 你看 不是 小雪扣十分 什么 对不起小雪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先挂了 那是什么 我知道了 是戴拿 没错 就是戴拿奥特曼 小雪再加十分 太好了才对了 你好厉害呀小雪 这道题太难了 最后一道题 一只兔子 这个我知道 罗索的耳朵像兔子 是罗索奥特曼 什么呀 赛罗的耳朵更像兔子 是赛罗才对 是罗索 赛罗 不要吵了 小朋友们 这道题留给你们 你们说 一只兔子代表的是罗索 还是赛罗呢 快来猜猜看吧